這個應該算是收得最多的概念 就是覺得我家境很好 或者家裡很有錢 所以大家討論一遍 大的aggression 他說想考全級或者全科第一 我身邊真的很好朋友的朋友 男女比例是 不拍片的時候他應該很安靜 你好,我是Hijo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今年一年頭 終於達成了一萬訂閱 達成了一萬訂閱之後 我就想來拍一個 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我 之前就已經在IG收集了一些問題 現在開了兩個多月 終於要來玩數 我們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第一條就是覺得我又在外面學過剪片 其實在我的頻道上面 除了Dance Cover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我一個人剪的 但是我沒有在外面學過剪片 就純粹是自己摸索 通常是我的腦海裡面有一個畫面 或者是有一個效果我想做到的 我就去找到底那個東西是怎樣做出來的 所以Youtube就是我唯一的老師 就沒有出去上過課 或者是另外學 我覺得平時用很多錢在化妝品裡 我自己想起 過往幾個月買過的化妝品 其實真的不多 我不是那些很有引去試新產品的那種人 所以我平時化妝的時候 用眼影盤或是胭脂 其實都是近這一年都沒有換過 一直都是擁有一個幾盒 所以就算我生活在這麼多誘惑的韓國裡面 我也沒有說會經常扔很多錢買化妝品 看上去吃得很少 但是很喜歡吃甜品 這個概念是很準 吃完飯之後也一定要有飯後甜品 甜品永遠也有另一個位置 平時也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例如是Gummy Bear 那些軟糖 巧克力 啫喱 這些全部都是在口癢的時候就會吃蝦 至於我吃得少不少呢 我現在是比以前吃得少了 我自己覺得原因是因為 隔離完三、四次之後 每次隔離完之後的位置都會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是這樣 但是因為你基本上 差不多兩、三個星期在酒店房裡 一來的空間有限 不會有很多動作 有很多運動量 然後再加上 又遲起床 因為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變成一天就是吃一頓 或者一頓半 每次隔離完之後 都會比之前吃得更少 所以吃得少 又不是故意減肥 但是純粹就是 那個位置被自己吃小了 身邊男性朋友 一隻手數完 我發現 我身邊真的很朋友的朋友 男女比例是 4比6左右 可能因為我也對 Avengers X-Men 有興趣 所以可能 跟他們有多些共同的話題 再加上 性格方面都 比較大 沒有什麼所謂的那種 還有我相信 男女之間 是有上有義的 所以身邊也有幾個 是好朋友的男生朋友 這個我覺得 大家是 誤會大了的就是 覺得我是學霸 讀書很厲害 成績很好 我身邊有很多 是真的學霸 讀書很厲害的那些朋友 那跟他們比 那我真的是 一粒塵 我讀是會讀 但是我不會有一個 很大的 aggression 去說想 考全級 或者全科第一 就純粹是 正正常常 ok 那就ok 跳舞就是運動 不會跑步 或者做其他work out 這個人是看得很準 真的除了跳舞之外 平日會做的運動就是 下路 還有呼吸 我的體力是真的 超級廢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 讀書的時候 怎麼可以跑到9分鐘 我現在跑90秒 我都已經超級累 我也來不做了 那時候 我都沒有 我從香港 還沒辦法 我從香港 凡很大 很多 我從事業 從中有完 我從中有完 我從事業 到學生 都沒有 所以我從事業 從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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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英语和PT模特 这种课程都经常读了 觉得我不喜欢读书 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读书这方面也算是 挺好 始终三年多一个人来到外国生活 自己一个过来读书 谁自己一个住 真的无可避免读书的时间会占很大部分 我之前在香港或者在韩国 吃饭啊 看电影啊 这些我都可以一个人去完成 会说很尴尬或者很在乎人家怎么看 反而是挺享受这些me time 一个人可以静静地思考一下的时间 在香港还试过 真的纯粹因为好奇 就只一个去了迪士尼那里玩了全日 所有朋友听完之后都会说 哇 你这么厉害的 所以我是享受读书的时间 中学最好读书是你读书 我中学是读文读 我的Electives是Jogga History English 虽然最后Drop了Inlet 但是跟尼科或者伺服是完全拉不上关系的 是真的很难的 我觉得我的脑是缺少了去做素 或者是Giants那一类的那个 细胞 不拍片的时候应该很静 好像大家都觉得我是很斯文很静的那种性格 但其实我私底下是比我在镜头前面更加多东西说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可以整天都鸡蛋不断地在聊天 还有我个人比较是 可能一度唱歌跳舞 就是去唱卡片 就会整个人都很high很兴奋 是绝对静不了下来的 但如果去到一些新的场合 见一些新式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都挺怕生的人 所以通常来的时刻 就平静的时候 就会很努力地去 跟自己的东西聊天 慢慢聊天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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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及Aust�的 但是 一概一概就讲到 有时候觉得到那会有趣的 这种主持有趣的 有趣的地方 听到 有时候有机会 是会有机会 把影片说一下 就在说一下 我肯定各位有苦心 我的经历 我肯定不接受苦心 真的辛苦 就哀疼 我肯定不受系统 所以有私方的 讨论 正的 我肯定是 但是在影响或劇场上 如果是戀愛或家人的故事 我一定會問你 我一直在哭 然後 我會說不容易 我會說不容易 但是我會說不容易 我會說不容易 我會說不容易 所以我會說不容易 所以我會說不容易 但是我會說不容易 我會說不容易 我會說不容易 就是覺得我家境很好 或者家裡很有錢 我很感恩的是 從小到大家人都會很栽培 有很多機會讓我去嘗試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者是出國旅行 但是幾千萬用你洗洗錢不眨眼那種 就是絕對不是的 現在暫時的短期目標都是 希望可以一路做自己喜歡做想做別的事之餘 可以做到財政獨立 可以支援自己的日常生活 再長遠一點的目標就是照顧家人 就絕對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種 不就是那種 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遇到問題不怕面對 是一個很懂得解難的人 遇到困難都會堅持到得為止 自己這樣說好像很什麼 但是我覺得某程度上也對 我本身的性格比較樂觀 就覺得傳到橋頭都自己正在 就是只要我有一定的行動去做的話 到最後怎樣都會解決到問題 再加上我是偏向 就是不要令自己後悔做了 那種有一個方法不行 那就試第二個 試第三個 就是我會覺得 永遠都會有出路 會有方法去解決 就是不會說好轉死牛角戰 我會覺得怎麼樣 糟了沒有了 這次玩完了 這樣 很少會有這樣的想法 好適化妝打扮 大家都知道韓國是一個很注重外貌的一個國家 那再加上 這裡的人全部都好適打扮 受到這個環境的影響就會比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更加懂得如何去襯衫打扮自己 找一個屬於自己 適合自己的一個風格 至於化妝 其實老實地告訴大家 我真的純粹是 懂得怎樣化妝 我真的不會說是很厲害 以前超級超級不懂的時候 真的 一看照片都想 嘩 貶死自己 但是慢慢地練習 都是跟襯衣差不多的原理就是 找一個適合自己面影眼影的妝容 生活很一帆風順 沒有經歷過什麼低潮 我覺得在社交媒體 或者YouTube這些平台上 呈現給大家看的 絕對不會是生活的全部 很多陰暗面 或者是不開心 低潮 就真的自己默默地消化去解決 小時候可能一些很雞毛蒜皮的事情 都會拍照、story post出來 跟大家去說 但是現在越來越大就會覺得 你post出來 其實真的解決不了問題的根源 變了很多時候 中上面的難題 甚至不會跟別人說 低潮期 就真的一定會有過 無論是學業 或者是工作 以前上學都有過一些被誤會的情況出現 但是 很感恩 身邊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陪著一起度過 可能 我被誤會的時候 他們會比我更加激氣 雖然現在可以這樣很輕鬆地說出來 但是 但是當時 其實都真的 有過一些很不開心 或者很辛苦的 日子 不過 我就 現在都覺得 因為有這些低潮期 所以才更加可以 有所成長 和做成今天 的我這樣 今天這次的 assumption about me 就來到這裡 你知道原來大家 心目中的我是這樣的 其實也挺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聽完我的解釋之後 有沒有覺得了解我多了呢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能遲些 過一段時間之後 再收到大家的問題 可以來拍第二集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subscribe和like 有興趣也可以follow我的IG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再見